Welcome to my channel 我是肥拔 現在我身處在深圳的蜜居酒店 我家裡的事就完成了 所以現在是這次的旅行最後一條影片 現在帶大家看看這個旅程最後住的酒店的room tour 一進酒店門口就看到廁所 中規中矩 這間酒店據知其實還有一些新的房間在裝修 不過可惜我批不到這間 床褲我覺得有點硬了 不過這些東西個人習慣 我覺得真的沒什麼 有些人喜歡走的 有些人喜歡遠遠 電視機是智能電視 但連大陸很流行的 給錢就有看電影的台都 最少我按不到 插數位這件事我想特別說 我不知道是國家政策還是什麼 因為之前旁邊住的維也納酒店 它的插頭是萬能插 即是這個位置我不用用萬能插鬚 我都可以插到香港的插頭 但這裡就不可以了 全部跟回大陸制的 但有機會是國家政策 這個未必有得怪它 另外說一說燈 可能因為這間房間不是新的裝修房 它還沒有兩個中央圈 這東西比旁邊的維也納酒店還差 什麼叫中央圈呢 譬如設置物 vergano 可能在附近會有一個控制很多沒有役階的燈 另一個前置應該會有一個控制 zosta beginnen 如果你睡覺時就可以 enorme燈 而且當自己進入屋時 房間建設是中規中矩 voilà Listen, 房價300多元 兩晚會$700多元 但是說完這麼多話 如果我有機會再來深圳 我還是會住這間酒店 因為Super超級無敵大海景 遠望就是深圳灣大橋 這間房間最值錢就是海景 可以看到 這是深圳灣大橋 這邊就是香港 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這裡就是元朗 然後再沒有記錯的話 這裡就應該是大帽山 但是依然都是收不到電話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深圳的酒店 簡簡都沒有收到電話 這是什麼邏輯 然後就跟他們說 你可以用我們的Wi-Fi 我想說深圳的商務和酒店 大橋的冷氣是很小的 雖然它一定是在外面低溫的 但是在實內 我是比我在外面更加焗汗出來的 讓大家看看這個酒店大堂 正正常常 但是沒有Bellboy 我現在就身處香港大學深圳醫院 為什麼我會選擇這裡做驗核酸呢 因為我看回小紅書 很多地方驗核酸都需要大陸身份證 但是這間是接受回鄉證登記 所以我就選擇這裡 驗核酸的流程 我可以說是快 但是亂 因為它很想你自助搞定它 但是它有很多老人家 又不懂 另外始終可能有香港人來 兩地的身份尷尬 但是不明白怎麼搞 所以就搞到人家都不知道怎麼做 但是一理通馬各命 一明白你就很快 還有發生了小插曲 如果大家看到我的收音很奇怪 因為我現在用了一部機的收音 我的收音麥克風留在我的車上 幸好是我用到美團打車 所以聯絡到司機 現在就希望等他送回來 他很瘋狂 剛才我不是說了 因為我不見了DJI的收音麥克風 所以聯絡師傅給我 他肯定交我微信後就聯絡了 但我不知為什麼在醫院裡 他就收爆5G 但完全不能上網 但我一離開買物範圍 東西就回復正常了 所以很奇怪 順帶一提 其實如果你真的這麼不幸 要回到大陸 又要回香港 而來香港 都挺建議來香港大學 深圳醫院 因為 你知道大陸什麼賊 都要用微信支付 如果你沒有大陸戶口 你是不能用微信支付 但如果你有淘國寶 在香港 你一定會有支付寶戶口 剛才我試了 不知為什麼它是用到支付寶 但它就會扣了你香港的帳目 即是會像淘寶那樣 最少對香港人來說 無論是這些數碼繳費 或者是電子預約 都會方便少少 現在就去找東西吃 我現在身處歡樂海岸 這邊如果望遠一點 過了那個油站 其實就是深圳香港大學醫院 一直以來 以前還會回大陸玩的時候 都會想來 因為經常從羅湖乘車到深圳灣 都會經過這裡見喜靚 今天終於有機會來一下 正常應該是一個集合商場 遊樂區 公園 以及表演的地方 儘管去看看 再說一下 為表示地圖 看到這個就是歡樂海岸 都很大的 不知道是否是人工戶 都很多地方玩一下 最後就是香港大學的大學 深圳醫院 然後再向前一點 向前多一點 再上一點 大概這附近位置 其實就是我住的酒店 所以其實我都不是到處去的 始終疫情理由盡量 走少一點就走少一點 不過困了二十多天 都要玩一下 可以看看大陸的人工是多少 服務員 巡賽員就六千元 清潔員就五千元 大家可以看看比例 其實外面很漂亮 但原諒我這些城市人 我已經好像跑了二十圈 所以我去找雙腸頭 上手找飯吃 全天我都沒吃過東西 那就去了這間 叫什麼名字 一品圓還是一元品 就是飲茶 可以看看價錢 香港價錢 這裏都算高消費 我們看看 要對比一下 這價錢 就看看蝦餃是多少錢 蝦餃是蠔點 蠔點 就是蠔點 就是三十八個八 咯 貴價餐廳就是貴價餐廳 喝茶也有這麼多花生 這個喝了龍井 不知道二十幾元的茶位 這麼說 醃點 這個項好 蠔點 蝦餃拼燒賣 因為我不知為何 我個人 我自己問 喝茶一定要吃蝦餃燒賣 可以這樣拼 就會吃小一點 雖然我一定都能吃兩度 但我可以有餓口吃其他東西 我覺得這個是抵贊的 還有這間店的名字叫方圓一品 好 吃完了 不要開別人的餐廳講人壞話 其實真的是中庭的酒家 吃了181元人仔5個點心 招呼一定有的 整個茶都搞很多東西 也不催你 但是普通點心都OK 但不是特別好吃 但它的膏類 例如年糕 特別是蘿蔔糕 我最後是吃不完的 因為那個油散 一夾起它是會散開 而且很油 我覺得我吃完一定會不舒服 所以免得吃 不果不失 怎麼說 不要有什麼要求 但181元在大陸來說 是中高消費 大陸很多人都消費得起 因為大陸這些窮人 窮人沒有資格在大陸 大陸大人很有錢 但是我覺得181元這個價錢就中高了 好 繼續看 比亞迪的電動車 在香港都有比亞迪的車 因為曾經有比亞迪的的士 然後淘汰了 就轉回排組私家車 價錢是多少呢 是沒有寫的 但是這些資料 不懂得看 現在的時間是星期五的1點03分 可能大家都在上班上學 未見有太多人 商場真的是甲級商場 我想應該更好 香港計算是用原方的級數 但是他們的人流 都是原方的人流 其實剛才和司機都談過 但是他們已經很好的 就是他們什麼都 之前經常都封 那都開始頂不住了 在這些甲級商場 這些一而不是有兩間級店 其實很虧的 不過幸好就是 不關我的事 你是有錢人的 是 本來想去看這個 但是 第一 它是不接受現場賣票 一定要網絡訂票 那我美團應該 我記得是有得看這個票 誰知道 它跟著就跟我說 只接受大陸身份證 那沒辦法 國際旅遊城市 嘩 我現在是不是在大陸 各位 再堅持一回就好了 一回就好了 除了是簡體字之外 為什麼這些字那麼熟 一些說話方法 不知為什麼呢 不知為什麼呢 傳說中的李寧牌 又是這些VR體驗本 不過現在我自己也有一個很好的VR眼鏡 所以 Fans but no fans 那來到大陸 當然喝氣茶 這杯是芝芝芝芝芝 特地出來 不是為了拍試飲 喝了幾次 香港那間我都拍過 其實是 想說少少私事 我記得以前 2018年 或者更之前 2016年後 雖然香港 經歷了很多事情 我現在大陸不方便說什麼 2016年自己知道 但是呢 都因為大陸的 尤其深圳的急劇發展 很多真正的Youtuber 都以拍 上大陸玩 上深圳玩 甚至再進去玩 為主要的題材 也養了很多Youtuber 可惜經過2019年 又是不方便 現在怎麼說 總之由一件很有型的事 到拍了 變成拍這些 是一件很被人唾棄的事 很疹的事 據我所知 現在應該只有兩三個 一個紅 還有幾個不紅的Youtuber 是堅持在拍這些 再加上封關 更加不能上來 這個廢話 其實都 我明白為什麼 亦都應該 就是被人說 喝這杯飲料 是元素表 我經常被人笑 只是覺得很無奈 就是 我們這些窮人 想找一個舒服一點點的生活方式 可能會因為大時代 被人吵到混蛋 無言 其實本來我真的有想著拍肥拔賣港實錄 就是專門說回大陸玩 但是現在 就算它通關 我可能還會上大陸 但也不會像今天這樣拍 因為 現在拍回大陸玩是魚的 但我理解是為什麼 因為我記得 就算我現在 之前拍說 翻上來 說要做隔離 都被人說 在一個留言 那裡寫著 逮捕一隻黃狗 雖然它很快遞了 我不知道是它遞還是Youtube 但其實可以看到 兩個光譜 兩個時代的人民 已經是世壽 永遠都做不回朋友 而這些是 上面搞出來 但我們下面 又很享受 沒辦法 做小市民就是無奈 喝東西 這個 天文體驗館 有很多古代的天文儀器 當然是細版 還有一個謎理 類似攤空館的蛋 本來是蠻好看的 可惜 第一 小孩很吵 第二 一些東西 有點神神 但也學到很多東西 例如 古代有一塊東西 叫混儀 很多圈 下面有四條龍 從小到大都沒有人解釋 給我聽 終於有人解釋 雖然舊幾歲很貴 但學到東西 不錯 不錯 這間店很出名 但出名為甚麼 完全不知道 上班就是差 收你幾千元 像軍訓一樣 要列隊 都是DJI粉絲 有DJI店 為何不看 下班 接著就是去Starboard 所有香港人不敢到這裏都去了 但不是特地為了你曬 是去Starboard 而是 因為我的核酸碼 出了 即是我是陰性俠 所以 現在順手坐下 教明天的回港語 這裏的 本來我是想看這個表演 但我在美團買的時候 又說要 中國的身份證才行 又是遊客止步 那與我無關 他會有些免費的表演 不過我沒有特別留意他的時間程度 總之就是 跳舞 表演一下魔術 擠一下氣球 那些例在野 我挺喜歡這隻獅子的品牌 這次難得見到 買了一千元衣服 很久沒買過衣服 那 為何我經常都喜歡榴槤大陸的大型商場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廁所 因為胖子 蹲不到 那些商場通常都有坐廁 但剛才就有一個很差很差的經歷 搞到我其實我打算拍完晚飯 就不拍了 因為我覺得這段影片太長 但是 真的這個經歷太差了 一定要說 話說就是 有個人可能用廁所 我不知道他屁股有六個洞 還是怎樣 射歪了 整個廁所都是屁股 然後 其實有清潔員在那裡 但他又不知道幹什麼 死都不肯清潔 死都不肯擦 然後 靈可擦其他 不用擦身擦 擦擦它 因為有些是貓刺 貓刺就找東西刮 什麼都刮得走了 佐視真的要找東西擦 然後問我們為何不用 不知道我的 其實還有個年輕人在那裡 看樣子是有錢仔 那他都不用 兩個都頂不順 幾個都頂不順 其實不止兩個 不過剛剛他們蹲得衰 他們去了蹲廁 然後 跟著他跟我說 你可以支持擦 嘩 激到我 可以了 我自己擦我等下一個 跟著 好 還要去什麼 他說他這麼酷 支持擦 但是他那些消毒液 是沒有了 所以這個 這個就是看得出 就是大陸的特色 其實他們真的發展得很快 亦都發展得很好 但是他們人民追不到 你去香港的商場 可能比這裏更壞 這裏比香港的商場漂亮 但不會有一個洗廁所的人 夠膽跟你說 你自己擦吧 所以說 唉 好 找東西吃 劉德爺也有一個好處 開始看到這條街 都真正有它的消費力 不過呢 就只行這條街 商場不是沒有 但是很弱 大陸有部分的餐廳 香港也有做這件事 但是大陸會比較多 有人唱歌 那我現在就來了一間 有lady的餐廳 上廳 好玩的 好玩的 是 好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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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個人的,我給現金,那他收樓盤 回大陸一個月,終於吃到串燒了 但是普通的,不要吃 本來想拍下去的,誰知道吃完餓了三次 應該是食物太油,還是冰有問題 所以今天就完了,明天就會回港易回香港 早朋友,今天就準備回香港了 之前就先吃東西 其實就有想過下去吃早餐 不過你知道我這個人很容易窩心 所以乾脆就... 昨天我買了萊雪,買了一個包 因為萊雪的奶茶,我覺得是不夠... 就是茶品,不夠起茶好喝的 但是包呢,他就蠻好吃的 所以經常都會買萊雪的包 當早餐吃了,然後就順手按一陣電話 可能看看還有沒有廁所去 按電話要做些什麼呢? 就是要搞完今天最後的手續 就是那個...指尖過關的東西 一定要今天才能按到的 還有... 應該要去多次香港大學醫院那裡 拿回報告 因為實際上... 看回思龍書很多時候都說不需要 但是反正有時間,不要拼搏 對不對? 現在先試早餐 先試一下 現在已經成功拿到那份報告了 那就... 都蠻快的 反而是之前在酒店裏填那個 海關申報就很麻煩 綜合一齊才說 不要說些又不說些 現在就出發回香港了 那我現在就準備過關了 另外有一件事要留意的 就是你去到這個停車位那裡 是會有些人無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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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香港的的士就知道我過了 那... 二十幾日...二十五日前 我就在這邊去送死 那現在今天呢 就在這邊回來了 我已經成功回港已回來了 那這個流程我回家才說 我免得在這裡說話 嘩... 好累啊 不過anyway 回到家了 呃... 就...呃... 正式說一說 如何回港已過關回香港 那麼利益申報 這個絕對不是教學 只是我成功回來了 首先你在深圳那裡 在做任何事之前 不管你在旁邊 或者你在活動的時候 記住 要記下你14天要去的地址 詳細地址 譬如我 我隔離了一間酒店 即是我搞家事住了一間酒店 然後回到深圳又住了一間酒店 你要準備好 遲些會有用 記得一定要記住酒店名 地址 房號 那些 遲些會有用 好 第二個 就是... 不需要去到最後那天 之前十多天 即是五、六、十天 我記得我旁邊的中期已經做了 就要預約了回港義的Quota 以及在深圳的核酸檢測的Quota 我就是用深圳香港大學醫院 理論上微信那裡是可以按的 但我不知道為何找不到 所以我打電話去預約 預備好這兩件事 回港義那裡會有Message 給你說它已經收到 然後就去到臨回港義之前的... 即是之前一天 你就要去做核酸檢測 另外你其實在大陸道穴 你都一定會有預康碼 所以這就不用說了 還有核酸檢測 然後那天你都沒什麼可以做了 因為我10時核酸檢測 下午6時才能取得到 其實你還是要第二天才離開 然後走那天 在你出發前 在你家或酒店那裡 要填一個跟你來的時候 一樣的海關申報 他們叫做黑馬 也是在微信那裡找到 海關指尖申報系統 那裡是需要一點時間的 就算你很懂電話 你也可能要10分鐘 那裡會填你的出境紀錄 即是我會打算什麼時候出境 另外你這14天去哪裏 你也要填的 所以我剛才說一定要有你14天內住過的酒店 或者是住址 一定要全部下 如果你做了這樣 你就會舒服一點點 不然你過關的時候就會 你過關的時候就會卡住 因為我過關的時候 很多婆婆不適用 又或者連我自己都填在一旁的資料 所以也會令我麻煩 他就想盡量全部自動化 但是很多人都不懂 忘了說 你要之前那天正式兌換回港兒的馬 當你收到你的檢測報告的時候 其實他會自動去你的語康碼 語康碼下面的那一格 是會有一個 所以怎樣說 是過境的申請 然後由那裡申請做轉馬 就會轉為第一個龍馬 然後他會再有指示給你轉為回港二的登記網頁 完成了登記 因為他會同步知道你的核酸 完成了登記之後 就會有香港回港二的六碼 即是第二個六碼 那你第二天就可以回香港了 回香港的時候 首先你會過關 你會需要 他需要有月康碼 和回港二的馬 和黑馬 我不是說過 兌換的時候 都會出一隻六碼 他沒有問過我拿的 那就過關了 過關的環境其實是斜路 所以會很... 即是怎樣說 如果你好像我那些有路的行李 就會比較麻煩 那就要準備好 可以盡量 行李會比較方便 會比較好 那他就會... 當你排隊過第一個關的時候 他就會要你出示黑馬 即是剛才所說的海關證明 如果你不懂得用電話 你就要在當場填 而那裡是卡了差不多九成的人 然後當他看到你有黑馬的時候 他就會讓你過第一個關 他會檢查你的黑馬 即是你的旅行紀錄 他會檢查你的資料正不正確 我那裡卡了 就要換一換資料 因為我之前填了大部份 所以很快 再過通行證的關 還有那裡你也要表現回港二 但其實是資格的問題 告訴別人你是有資格回港二 然後過了之後 就普通正常的checkout 然後過香港的時候 他會立即要你show回港二的馬 如果你是沒有回港二的綠馬 或者你的回港二是粉紅馬 他就會叫你排第二行 即是你需要隔離十四天 如果像我有 他就會有一行給你很快 他就會給你三個口水瓶 就會在指定日子需要做遞交 過了之後 你就過香港關 正常又是入身分證 又是檢查行李 如果又是檢查沒有人檢查就算了 你就正式回到香港 其實我正想在深仲安敲岸做完 不過真的很熱 就回家才做 這次的大陸之旅 尤其是疫情下大陸之旅 獲益良多 亦痛苦萬分 首先想說 那些人經常說你要回去大陸看一看 那我就已經回到大陸看一看 雖然我去廣東省 但在一個很現代化的庭舟 和一個比較普通人的地方 我都去了 是 深圳或大陸發展是很快的 但第一 之前都說了 人民的數值水平 有部份人是追得上的 有部份人是追不上的 因為大陸很大 但是很大量的大陸的人 都會集中在一些發達地區 譬如廣東省 上海這些地方去賺錢 即使本土人的公共衛生 或者人民水平高了 那些人再進來的時候 都沒有 深圳就比較好 如果只是說廣東省 即使疫情 都會有人開過 搞過春來 吐口水 始終每個城市 每個國家 每個地區都會有好的一面和壞一面 只能夠說一句 當年有人說我 你有沒有看過深圳有什麼好 有沒有看過大陸有什麼好 我看過了 很好 但是不是所有 甚至我只是說 如果有十個地方 是有三個地方 甚至比香港好 有七個地方 Sorry 還是發展 發展中的後期的水平 都是後期的 即是有車有樓 有文明 有上網 但是人民質素 還是會吐口水 還是會 很多東西都會深究 問為什麼 這樣的水平 然後 消費 深圳其實 都追到香港 因為再加上人民幣 港幣兌換 那些東西 我自己 因為我預備了錢 就會賺 找得很開心 但是如果以我這份工資 在大陸 我只會找到 六千元人民幣 甚至可能我少少 一萬元人民幣 我相信 我在大陸 我會生活得很辛苦 如果只是說 深圳最旺的地區 我會生活得很辛苦 因為 可能吃過飯 美團 可能二十多元 你都會搭 公共交通工具 公交 都可以回到大陸 不會死 但是會生活得辛苦 始終你在當地 就會有很多免費願望 而且你是當地人 就不會用這麼多錢 那 上網 你說是5G城市 在有5G的範圍內 譬如寬樂海岸 我真的感受到5G城市 跟香港一樣 拿起電話 上網是零延的 直接接到 但是 不是整個深圳都收到 尤其是深圳的邊皮位 即是以前的二線位 過了深圳灣厚岸之後的地方 以及一些近海的地區 一收不到電話 你就想死了 因為他們什麼都用微信支付 我之前說過 再加上疫情 什麼都玩耀玉康碼 就很煩 那給錢 現在大陸很流行說 香港人很落後 沒有微信支付 首先 微信支付 我不是反對微信支付 但你要愛國人 外地人 或者我們香港人 我真的不太知道怎麼說 因為有些時候 你說你中國人 有些時候說你境外人 Anyway 要進來 你是沒有戶口 你不會無緣無故去銀行開一個戶口 除非你經常往來 講心兩地 如果我純粹去玩兩天 就回來 我不會特意開一個戶口 這樣去 但WeChat Pay Hong Kong 和微信中國 是時連提到 時連繫不到 甚至支付寶香港 和Alipay HK Hong Kong 和支付寶這些東西 都是時連繫到 時連繫不到 暫時唯一的人最信得過 我自己計算 就是Tap & Go 銀聯 暫時 再加上美團 Tap & Go 銀聯加美團 是令你能夠融入到 無論是你想打快車 無論是想叫食物 訂酒店 甚至如果他讓你訂 就可以訂門票 但因為那些門票 全部都要大陸身份證 所以根本也是看 沒用的 美團加Tap & Go 銀聯 在我的經驗 令我今次的旅程 會比較順利 所以我不知道你們會怎樣想 但我覺得不要怪 香港人或境外人 用不了你WeChat 是你大陸的微信 因為國家的金融政策 不讓我自由兌換 如果像Tap & Go 一樣 港幣按鍵 就變成銀聯 那我就會在大陸 用數碼支付 第二 很多人都說 大陸是歧視現金 我自己上去 他們是不習慣 不是歧視的 差不多每間店鋪都會有爪族 不過他們可能會說 如果是一元兩元 就算去到海底撈這些大公司 他們都會說 那算吧 如果是一元就不收你了 如果你要找一元 就問你會不會買多少少東西 不用找 也不至於歧視 所以如果大家真的有緣 回到大陸 又搞不到這麼多事情 現金 Tap & Go 銀聯 美團 而且你也是要有微信 因為都要通訊 可能會令你的旅程會舒服一點 沒有了 其實正式回到香港 回到家了 學了很多事情 經歷了很多事情 都算不生難忘 但這些經歷 真的希望這輩子也不要再有了 今天就來到這段 這段影片真的很長 如果大家真的看到這段 非常非常非常感謝大家 希望大家 Comment Like And Share 那就真是下次再見 拜拜 MING PAO TORONTO